2008年照片门事件曝光后 阿娇从清纯玉女变成了网友口中的XXX 事件发生后 陈冠希连夜公开向大众道歉 并宣布退出娱乐圈 后来结婚生子 岁月静好 而张博之还有丈夫谢霆锋支持 共同渡过了难关 阿娇却无处可逃 事实上他也没有逃 反而是事件爆发后 第一个站出来开记者会回应的艺人 他说 拍摄照片是自愿的 因为怕失去男友陈冠希 所以就同意拍了 这是我的责任 事情是我一个人犯下的 我不能就这样走了 记者会上 面对那么多的闪光灯 阿娇吓傻了 很傻很天真是他当时唯一能想到的话 确实 阿娇很傻很天真 他傻傻地以为只要拍摄了照片 陈冠希就不会离开他 也傻傻地相信了陈冠希说会好好保存照片 更天真的以为只要自己道歉事情就会过去 却不了事情会愈演愈烈 一发不可收拾 两个多月后 TVB搞了一次赈灾活动 阿娇和阿娇上台唱歌 结果 当天晚上 电视台收到了三百多宗的投诉 很多观众都说不应该让阿娇蠢 阿娇知道以后 真的崩溃了 他在家里躲了差不多两个月 差不多每天都在哭 之后一年 巴萨单飞 阿娇在娱乐圈几乎销声匿迹 众人都以为他会退圈远离是非 不料仅一年后 他再次坚强地站在了舞台上 笑对流言蜚语 他说自己当初是为了家人可以过更好的生活 才入行的 如果现在就放弃 就违背了初心 我有责任 我还有妈妈妹妹 公共婆婆要照顾 阿娇复出后 经常被问及关于陈冠希的事儿 他从不回避 正面作答 主持人问 陈冠希是不是过往男朋友中关系维持最久的 阿娇直接说是最喜欢的 有没有搞错 一个伤你最多 害你最多的人 你却最喜欢 你让其他那些 为你付出真心去爱你的人怎么想 或许这就是阿娇的真心吧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乌山不是云 见过陈冠希后 其他人都看不上了 也有可能是从小缺乏父爱导致的 与其他女性为了事业 至今不婚不育不同 阿娇却并不是为了事业 她渴望组建家庭 渴望生儿育女 可惜却因为多次感情受挫 导致在阿娇的人生中 似乎每一个男性角色都是失败的 没办法给她想要的安全感 如果没有陈冠希 阿娇的人生会怎样 可能她也无数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可时间无法重来 陈冠希注定成为阿娇的一个结 阿娇原名钟狄山 1981年出生于香港 她的母亲在18、9岁的时候就生下了她 可就在阿娇满一岁的时候 父亲却去世了 母亲认为钟狄山这个名字的利器太重 于是改名钟佳丽 而忠心同事组团Twins时 经纪人或问惜找人补算过给她取的一名 至于阿娇则是她的外号阿娇 后来因为口音等问题 蔡卓妍就称呼阿娇为阿娇了 对于阿娇来说 她有一个不幸的童年 母亲为了出去赚钱 便把阿娇送到外婆家 小一家 舅舅家里寄养 年幼的阿娇就像是一只流浪的小狗 在别人的屋檐下可怜地生活着 有时候阿娇不听话 亲戚长辈们直接拿起棍子就打 后来阿娇甚至听到亲戚们大声说话 心里都会很害怕 因为被寄养在不同的亲戚家阿娇 要经常换学校 导致她一个好朋友都没有 也不懂得怎么和别人交朋友 由于从小寄人篱下又没有朋友 导致阿娇的性格很内向 后来阿娇的母亲在婚 把她接到了身边 但是继父对她很不友好 嫌她在家里是白吃白喝 懂事的阿娇经常会主动做家务 帮忙照顾继父的孩子 1995年阿娇为了帮妈妈减轻负担 开始兼职做模特 因为长相甜美 会经常有人请她拍广告 挣的钱一部分补贴家用 一部分当做自己的学费 因为学习优异 阿娇考到了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1999年阿娇毕业以后 选择继续回到香港做模特 在做模特期间 阿娇认识了改变她一生的男人陈冠希 这时也仅限于认识 这时香港娱乐剧头英皇娱乐 举办了一场英皇超新兴大赛选秀节目 在这个节目中 她又遇到了改变了她一生的女人霍问希 著名经纪人霍问希 对19岁的阿娇印象非常好 于是把她签了下来 并把她与18岁的蔡卓妍 组成了少女组合 TWINS 2000年阿娇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出道 2001年TWINS出道后的首张同名专辑 就卖到脱销 获得了2001年新城进爆新人王奖 出道才一年 TWINS就横扫了香港四大乐坛颁奖励 几乎拿下了所有新人奖 高人气和青春靓丽的人设 成了商家和粉丝的最爱 2002年 TWINS就踏上了香港红馆舞台 举办演唱会 成为出道时间最短 年龄最小开个唱的歌手组合 从2003年开始 一直到2007年 连续5年 TWINS都是最受欢迎的歌手组合 连同时期的SHE风头 也被他们压下去了 直到照片门后 SHE才有出头之日 但人红是非多 这一时期 围绕他们之间的新闻 也是层出不穷 霍问西最初给阿娇打造的人 这就是清纯玉女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天不遂人怨 2001年 陈冠希受邀拍摄TWINS的女校男生MV 与阿娇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陈冠希长得帅 人又很会说话 对阿娇也很好 而阿娇从小就缺乏爱 遇到一个对自己这么好的男生 就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她 但是陈冠希却是一个很花心的人 经常和别的女明星传绯闻 两人经常吵架 为此两人还闹过分手 可陈冠希认错态度很积极 对她越来越好 为了留住她的心 阿娇答应让陈冠希拍一些她的照片 在拍照的时候 阿娇也有疑虑 担心这些照片会被人看到 反复询问陈冠希 这些照片不会被别人看到吧 陈冠希拍着胸口保证 不会的 这里面还有我呢 这里面确实有别人 但是阿娇不知道的是 这里面除了陈冠希 还有其他女明星 2002阿娇与余文乐一起拍 一录者 因为阿娇长相甜美 同时吸引了余文乐和黄又南 在一个剧组的余文乐 对阿娇照顾有加 经常会给阿娇送小礼物 在阿娇不开心时 还会给阿娇讲笑话 此时陈冠希和陈文元的绯闻 也被传得满天飞 阿娇对陈冠希失望后顶 和她提出了分手 转身和余文乐谈起了恋爱 在陈冠希看来 他们分分合合这么多次 这次也只不过是一次小矛盾 却没想到 被自己的好兄弟截胡了 2003年两人同时受邀参加 竞歌金曲颁奖典礼 情敌相见 分外眼红 陈冠希和余文乐 在后台大打出手 从此可以看出陈冠希 还是很爱阿娇的 只是改不掉自己的烂情 但是阿娇与余文乐这段恋情 并没有走到最后 仅仅维持了八个月 就因性格不合分手了 分手后 阿娇又继续在英皇公司做一人 时间久了 她又和陈冠希旧情复然 可没多久又分手了 初恋就像是一根毒刺拔 她都一直是心口上最难以忘记的伤痛 2004年阿娇在和成龙的儿子 房组名拍摄千鸡变二时 被拍到一起吃饭看电影 虽然两个当事人没有表态 但是成龙在一次采访中回应 儿子确实喜欢阿娇 媒体在问及怎么看待 阿娇和儿子绯闻时 成龙说 现在他喜欢阿娇就喜欢吧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男未婚 女未嫁 大家都有挑选的权利 至于两人到底有没有谈恋爱 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随后两年 又与林孝贤 不定名等人传出过恋情 最后都不了了之 2007年阿娇与方立身 一起拍摄电影《出水芙蓉》 不管戏里戏外方立身 都不隐瞒对阿娇的爱慕之情 方立身算是阿娇的谜地 甚至在公众场合 直接表白阿娇 我愿做阿娇上水后的一条毛巾 这言外之意 就是一心想当阿娇的备胎 可他们的这段恋情 只维持了半年 就被阿娇单方面宣告结束 这方立身 就是妥妥的工具人 同时2007年阿娇 在参加活动时 对阿娇一见钟情 并对其开展了猛烈的追求 很快两人就在一起了 还戴上了情侣戒指 经常出入同一场所 他为了阿娇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可以说是阿娇己任男友中 最有情有义的男人 只可惜两人最甜蜜的时候 遇到了照片门事件 那个保证不会出问题的陈冠希 并没有给他打电话道歉 而是坐上去 往美国的飞机逃走了 阿娇只好站出来道歉 我承认我以前很傻很天真 这件事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我觉得好抱歉 但是网友并不买账 还直呼让阿娇去做 还好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麦俊龙依然对他不离不弃 公开支持阿娇活动 不顾家人反对 也要和阿娇在一起 甚至愿意花一亿元 帮阿娇赎回和英皇的合约 那段时间阿娇被圈内人打压 孤立 麦俊龙便充当护花使者 一点一点修复他心中的伤痕 并且还时不时地带阿娇四处游玩 多金 有才 有重情 按理说他就是阿娇的真命天子 可阿娇并不喜欢他 他心里一直在意的 最爱的依旧是那个 带给自己伤痛的陈冠希 照片门事件爆发后 主持人问阿娇 你憎恨他吗 阿娇回答 没有 我不憎恨他 我伤心的只是觉得 他为什么不打电话来道歉 为什么不肯向我解释这件事 主持人又问 陈冠希是不是过往男朋友中 关系维持最久的 阿娇直接说 是最喜欢的 视频曝光后 网友无不为阿娇的痴情心疼 但对麦俊龙来说 却等同于噩梦 麦俊龙的痴心 到底没能唤来阿娇回头看一眼 尤其是阿娇最爱 陈冠希的言论发表之后 两人的恋情也走到了尽头 2012年阿娇与美籍韩星 全宁一交往了一年多 这也是阿娇 唯一一次的跨国恋 最后也无疾而终 而不管阿娇 有什么样的新消息爆出 总有人在下面 打陈冠希的名字 似乎在一脸期待 等着阿娇 露出难过的反应 陈冠希也许曾经是他最爱的男人 但当陈冠希在飞机上 递给他那封道歉信的时候 他已经选择了原谅和放下 再提起陈冠希 再提起那些照片 他也不会再伤心了 只是有点生气 气那些看不清真相的人 情侣之间拍照片有错吗 错的是那些上传照片的人 和偷窥别人隐私 还肆意评价的人 2016年阿娇在参加 饭局的诱惑时 被问道 如果一个男人对你说爱你 愿意娶你 向你请求一个恋爱的机会 你会被打动吗 阿娇回答道 未必 因为我不想谈恋爱 我只想结婚 但是还是没有人娶我 网友们纷纷嘲笑 阿娇太恨嫁 2017年 在朋友的介绍下 阿娇认识整容医生赖红国 赖红国用细心打动了阿娇 2018年阿娇在社交平台 晒出了结婚喜讯 很多网友都不看好这段婚姻 因为网友爬出 赖红国不仅是二婚 赖红国前妻还爆料两人离婚 是因为赖红国婚内出轨 但是阿娇却说 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 对我这么好的人 大家渴望家的温暖 希望有一个坚强的臂膀 能帮她扛起所有的风雨 她想当一个母亲 给自己孩子无忧无虑的童年 甚至为了备孕阿娇胖了20多斤 阿娇曾在节目中说过 她曾冷冻了三颗卵子 目的就是能和丈夫 在两年内拥有自己的孩子 可是语愿为 赖红国始终都不着急孩子的事情 而且婚后的赖红国并不安分 她并不想这么快要孩子 甚至因为与阿娇结婚 让她的诊所的业绩增长了几倍 所以她经常在社交平台打赏 穿着暴露的女网红 还被媒体爆料出轨女网红 阿娇也因为这件事 和赖红国发生争吵 两人感情渐渐地出现了裂缝 最终在2020年2月 阿娇因不适应婚姻生活 与赖红国提出分居 并单方面提出离婚 12月港媒在采访阿娇时问道 与赖国红的婚姻 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 阿娇斩睛截铁地说 没有 随后又回答道 我是一个不适合结婚的人 阿娇已经不想再嫁人 或许这么段感情 带给她的伤害太大了 其实阿娇一直都在 和过去的自己和解 尽管在成长的道路上 失去过 犯过错 但依然可以对未来充满希望 浴火重生的阿娇 现在活得更潇洒了 各位朋友 你们是怎样看待阿娇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这里是世界名人榜 关注我 下期为您送上 更多精彩的名人故事 谢谢大家 再见